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就是恐惧 我们会感觉到害怕 事实上恐惧是我们大脑进化的一个结果 我们为了生存会高度的关注恐惧 关注威胁 但是我们大脑常常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放大 把它变成了一个生殖攸关的问题 其实它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怀疑 怀疑就比恐惧要看上去更加理性了 没有完美的事情 你也不要期待完美的状态 完美的主义是一种 当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做的时候 很可能那个最佳的时机也没了 因为你不去行动 就是永远都没有可能发生的 在开始今天的讲座之前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王小杰 是执行力课指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这本书会从五个方面来出发 提出这个五个要素的作者是谁呢 是我们的Kim 他认为成功的秘诀是执行力 并且他将这一路走来帮助自己最终 比达成功的经验 总结出了执行力特制这本书 分别提到了愿景 激情 行动 任性 和人际关系 这五个模块合在一起 就像一个同心员 他在不断的扩张发展 那么什么是执行力呢 在管理当中 我们对他有两个定义 第一点 是跟规划相关 指的是对规划的实施 第二点 指的是完成某种困难的事情 或者变革 如果让你画一幅画 通往成功的路 你会怎么画呢 好 这幅画呢 就是Kim 他想象出来的成功的样子 成功不是直线的 成功是要经过付出 努力曲折的 螺旋上升 最终抵达的 那么这个箭头指的方向 就是你的目标 我们称之为愿景 也就是我们五个模块的 第一个重要的模块 我们说愿景 是你的北极心 它指明了你行动的方向 那么我们鼓励大家写下自己的愿景 同时注意 你的愿景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明确清晰 第二个意义充分 第三个自我一致 什么叫明确清晰 明确清晰是指你的愿景是可见的 可以感知的 可行的 你必须可以向别人去阐述 描绘你的愿景 那同时呢 明确清晰 也是帮助你 跟自我有一个更现实的连接 我们从心语学的层面讲 你有本我和超我 那本我这个层面是需要有一些现实的鼓励的 我们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愿景 计划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比空谈理想 要来得行之有效 那么意义充分呢 就是讲到了大家的这个超我了 就当一件事情 它如果能激发你的激情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意义感 它不是只是一个爱好 不是一个短暂的满足 它是你行动背后的动力 它有隐藏的价值 它就像一个信仰一样 在支撑着你 支撑着那个理想中的自己 那么最后一点 这个自我一致性 它强调的是说 这个愿景是你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也不是被指导而来的 是你自己挖掘来的 并且与你的三观要一致 因为一旦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碰到纠绝的时候 这个跟你三观不一致的理想 你是很难坚持下去 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秘诀 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坚持 自己的愿景而不迷失呢 就是在你每天可以看到的地方写下你的愿景和目标 并且定机回顾查看 不要让它轻易的在你脑海当中消失掉 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提醒你每天如何去做你的时间安排 来帮你定你的优先级别 当你每天在做各种的选择抉择的时候 你可以拿你的目标进行分量 跟我目标有关的 我往前排 我给他更多的时间 给他足够的重视 在我们具体的工作生活当中呢 我们可以用smart的原则来拆解我们的目标 因为愿景总是很宏大的 可是怎么去实施呢 怎么去行动呢 那么我建议大家学习一下smart的原则 就是在我们制定任务分解任务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让这个任务明确 可衡量 可行 并且与我们的目标要相关 而且要给自己设定实现 因为时间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给自己时间限制 你可能会无限期的拖延下去 第二个模块 激情是甘愿为之牺牲 甘愿为之受苦的情感力 所以这个激情不光是热情 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执行力是需要燃料的 热爱是还不够的 需要你愿意为之受苦的牺牲 那么怎样很好的去保持激情呢 一个是培养它 第二个是要优先它 你要知道你热爱的是什么 那么你会更加的专注和投入 你要知道什么能够给你带来成就感 那么优先 优先排序 你要学会说不 跟你的激情和愿景无关的事情 你要学会说不 并且你要让最关心你的人了解到 你的优先事项 你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你最关心的人 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你要获得他们的支持 第三个模块 行动 不管你爱什么 你要动起来 要迈出你力 一步一步的接近我们的力量 先迈出第一步 只要你去做了 你跳进水里的第一个动作 就会创造出下一个动作 怎么会阻碍我们的行动呢 第一个就是恐惧 我们会感觉到害怕 事实上呢 恐惧是我们大脑进化的一个结果 我们为了生存会高度的关注恐惧 关注威胁 但是呢 我们大脑常常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放大 把它变成了一个生殖有关的问题 其实它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怀疑 怀疑就比恐惧要看上去更加理性了 比如说 你是不是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 时机不太对了 没有我需要的全部的信息 而且这件事情厚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成功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的时候 你要怎么应对呢 不要考虑这个规模的大小 因为你总是要从某一个状态开始起步 你也不要等到万事具备条件和时机成熟再开始 因为你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个完美的时机 军事当中克林将军提出的 当你收集到40%到70%可用的资料的时候 你就可以凭直觉去做了 因为没有完美的事情 你也不要期待完美的状态 完美主义是一种 当你有100%的把握才能做的时候 很可能那个最佳的时机也没了 因为你不去行动 就是永远都没有可能发生的 我们来到了第四个模块 任性 接受各种不确定性 生命中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存在不确定性 在困难和低谷的阶段就尤为重要 任性是指挫折的人受力 压力的人受力 自我控制和抑制力 能够在艰苦不力的情况下 克服外部和自身的困难 坚持完成任务 巨大的压力下也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目标 它是一种强大的抑制和一种对目标的坚持 同时它还是一种良好的体能和情绪状态的体制 那么如何保持这样的任性呢 我们可以从培养成长型思维和意志力这两个方面着手 成长型思维是一种认知能力 我们说思维方式就好像是你的人身底色一样 你相信的是什么 你的人身信条是什么 你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你是一个开放的思维模式 还是一个中递的思维模式 那意志力呢 是跟我们的情绪管理有关 意志力 是持续力和韧性的关键 那么重点就是你要保持一个开放性 你要认为改变是可能的 可以接受的 而且改变还是我们有创造成功的一个驱动 你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 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而固定式思维呢 我们会比较局限 认为改变是痛苦的 看问题的角度很占一 总是在找一个固定的答案 那么再一次强调 避免完美主义 因为焦虑 常常会伴随着完美主义来出现 而且呢 在我们这个打怪升级的过程当中 这么多的障碍 挫折和失败 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伤害的 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恐惧感 焦虑感 或者是我们感觉到羞愧 愤怒 沮丧 甚至自我怀念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自我关怀 别自己说 即使所有人都不原谅 我也原谅自己 我敬略 来到了我们第五个特质 人际关系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是奢侈品 而是必需品 哪怕你什么都不改变 仅仅选择了与正确的人共识 你也会大大提高成功的效益 人际关系的三个关键因素 关系网 培养和投资你的关系 神经你的人生 那么关系网指的是 你要给自己打造一个支持的网络 那方法是 你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 你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 重点是寻找双赢的局面 可以接受大家不一样 培养和投资你的关系 是说你要给予那些 你认为重要的关系 要留出足够多的时间 给予足够多的关注 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审计人生 是说可以帮助你 将你的负面的关系的影响最小化 将正面关系的影响最大化 你必须想办法让那些鼓励你 让你感到振奋的人 围绕在你的身边 而远离那些让你感觉到窃气 耗尽你精力 让你沮丧的人 因为越多的消极因素在你的身边 你就越不可能进入到一个 真正的潜能大规的状态 而且我们要认识到一点 我们不能总是去修复那些不好的关系 特别是对方还不能够理解 也没有意识到 有什么需要修复的事 所以回想一下你身边是不是有那种 满满负能量的朋友 然后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说 有什么需要改善 那你要小心 人际关系当中拥有对的人 心理学研究会发现 好的社会关系和亲密关系 是有助于我们去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的 也斯坦福的一个心理学家 Lora教授 他发现我们的决策水平 其实是受情绪的唤醒程度的影响 就是你的兴奋度 其实跟你的决策水平是有关系的 讲到这里呢 我们的五个模块基本上就结束了 看上去我们行动力应该有所提高 那我要强调的是 复盘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 在我们自我复盘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计划行动都完成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些检查 再做条件 我们去减优化 这样呢 我们的行动力 我们的执行力会更出色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